請收看 為心世界 咱家的風水 各位死亡善知識 我們的住家大門出去了 我們最怕相沖 相子沖進來 十家沖 九家 住不平安 我們尤其在一樓的 我們一出去的時候 像我們這樣來 這邊是相子沖 相沖 他的利害關係 第一是破財 第二是血光 第三是橫貨 第四是官司示威一大堆 破財還反而是官司一大堆 中國我們人都很容易忽略了這個問題 當然要買一棟房子也是不簡單 一輩子要買一棟房子確實不簡單 那麼你碰到這個煩惱 碰到這個問題 你怎麼辦 這是一個大工程 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大問題 那麼像這樣 如果你這邊相沖進來 路沖相沖進來的話 你怎麼辦 你出去了 外門 你就出外很多事情 就不平安 那麼衝到裡面來了 雪光不斷 如果這是走廊 走廊 或是這個前面是庭園 庭園的話 外面像沖進來 你怎麼辦 那你這裡的 門 你無論改到哪裡都是衝 那只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你還是這裡 坐個屏風擋起來 會比較平安一點 會比較平靜一點 不然這個一衝進來 家裡 讓我雪光黏黏 家裡才鎖不住 煩惱一大堆 四位一大堆 甚至有的心臟不好 心經弱跳 這個我印證那麼多 那麼多的問題啊 所以各位 十方善知識們 不要等閒四肢 你可以不相信風水 但是我們本身 就在風水裡面 受到很多很多 這方面的感應 這個都是實實實在的實力 如果向衝 向子越長 手衝的厲害 手衝的力量越大 如果向子短短 只是比較多一點手碎的事情 長相 短相 他的因緣各不同 記住 長相衝進來 最不平安 短相衝進來 稍微比較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也是不好 不好 無論長短 我們都要化劫化煞 化煞 化煞不是說 哎呀我上面安國福令 就有效了 沒有效 安國福令不夠 你只有用以物客物 以物呢 來擋這個 好不調和的力量 好擋這個煞氣 那你就可以 洪凶化喜化煞為全了啦 這是我們這麼多年來 我們本身的 這個經驗 還有我們 對出去 好我們對出去 若是 我們這樣來 好我們出去 剛好對面人的屋脊 這是火星 火星 門出去對著火 是雪光 好 官司 官司 還有這個破財 被告 無中生有 無中生有 這個問題 非常非常的嚴重 一般人都不了解 這個嚴重性 所以就等前四肢啊 你不要看它是沒有事 它是一個臥弧 這要像一個臥弧的形狀 臥弧 握著弧 就往這邊來 甚至雪光 車禍 我 曾經我們一位信徒先生 他家裡很平安 結果對面呢 人家蓋個賣場 賣場呢 前面的尖尖的向著這一家 連續向著三家 結果那三家呢 輪流 災難 車禍 雪光 人家跑到裡面來恐嚇 跑到家裡來解采 來偷東西等等 好 煩惱的半死 有一天呢 他就聽到人家介紹了 趕快來請示鬼谷仙師 王財老祖 老祖 老祖告訴他說 你前面那個火星啊 前面的火星是雪光 是災難 是劫財 是官司等等 所有壞的你都會碰上了 這位信徒呢 兩眼花弄 那怎麼辦 對面蓋個那個賣場 黃昏市場 黃昏市場呢 一蓋了 前面堅決往這邊來 所以我建議呢 奉獻 你們所有要開黃昏市場的朋友們 你們這樣 你們這樣 這對面的人都很難住 對面這些都很難住 你這樣一來呢 人家你的事都是火 火 就是火 火星就是官司 回想在 二十幾年前 台中縣 一個高中 上面屋子塌下來 壓死了四十幾個學生 非常的不幸 原來大文耶 他上次去人家很多工廠嘛 工廠尖尖的 射的 這個學校 學校做東向西 然後在西邊 西邊做了 扣東邊的木 然後年齡 三煞一會到 這個學校災難就來了 非常不幸 後來校長 換新的校長呢 還好他悟到這個原則了 他趕快把門改到 向到水源路來 台中呢 豐原這個高中才穩下來 原來向著西邊小巷到 右邊對面是工廠 漸漸的 一衝進來 那麼水也受不了 家庭受不了 工廠受不了 公司也受不了 政府單位也受不了 所以這個風水的厲害 當我們了解了以後 你會發覺它存在的價值 它存在的厲害 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 和我們的安危息息相關 謝謝大家 各位死亡善知識 各位朋友們 家庭的安危 和風水有很大的關係 和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本人弘揚 欲經風水命命關 到今天已經兩百 兩千兩百多幾 在兩千兩百多天之中 我們所談的風水 不是一般所講的 那麼狹隘的風水 包括我們思想的風水 我們心靈世界的風水 這些都是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自從播出 這個時段以來 尤其是早上 每天早上五點半到六點 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花了好幾億的資金 投在電視上方面 跟十方善信大德結這個緣 都是由財團的法人 中國人間淨土工德基金會 我們所有的會員 一起的花心不思 才能夠將這個廟法傳了這麼久 目的我們希望 共同建設一個祥和的社會 目的是要我們大家 共同建設一個平等 而且清淨人間佛世界 這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也不是在賣什麼東西 需要大家的付出而已 所以晚上我們播出數位台 也是需要很多的經費 我們歡迎各位 你們如果 認為這個時段這個節目 對各位有幫助 你們也可以花心不思 隨時一年 你們可以 這個復始 希望將這個話 傳到世間世界各國 讓更多的人享受到 這一些法喜啊 如果各位你們有這個意願 來付出的話 你們可以打電話到台北 我們大安市 財團法人中國人間淨土功德基金會 02-2683-7265 這個電話 來聯絡 能夠你們要怎麼樣的付出 讓這個 這個好緣分 這個功德 這個是非常殊勝 這是整個社會的福利 也不是某個人固定的福利 是整個社會的福利 大家平安喔 社會祥和 如果有一家很不平安 我相信社會也是少一份的福分 剛才我們所講的 我們的房子 個人的土地 個人使用 個人的權利 所以沒有辦法去把它 去影響到別人 那麼我們很容易受人家的影響 因為人家土地建築書的設計 個人的那個建設方式不同 而且個人的他們的建設理念 他們使用權限都有不同 那麼我們有時候受到一些傷害 我們就無口奈何 像剛才所講的 我們對出去前面是尖尖的屋脊 那是豬蟹 豬蟹咧 幾幾腳腳的豬蟹 那個是口手四灰一大堆 那你怎麼辦 房子在那邊 人家也是人家的 也一不了 你只有苦哈哈的 怎麼辦 我教各位方法用畫煞 用鏡子來畫煞 這個鏡子 這個鏡子 這個鏡子呢 你選擇 劃煞了時間 劃煞 鏡子來反射 這個反射呢 選擇農曆 初一或是十五 中午十一點到一點之間 那這個鏡子呢 那這個鏡子呢 你們可以到外面去買 這個鏡子是圓圓的 中間貼一塊錢 紅紅的這個字 然後在行火式呢 我們這裡有個座 嗚呀哄 噗嚨噗嚨噗嚨 能夠把周圍外面的煞 有了 有你的電 收縮在一起 然後畫也無形 對 他人也沒有影響 那麼我們選在初一十五的中午 好你在外面 你要照著太陽 太陽照一下 然後呢 你知道這個光 這個光呢 你去照射到對面 照射到對面 那個物質也好 或是壁刀也好 一支牆壁的刀也好 或是一支電線 大電線桿 無論前面有什麼煞氣 你用這個照著對面的煞 差不多一分鐘以後呢 你就可以掛到我們的房子 門上 這個也不影響你們的雅觀 那麼有的人 一些大師們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廟節 上面畫著 那個山海鎮的圖 那至於有沒有用呢 我也沒有經驗 但是 凡是有光的地方 有煞氣的地方 你用鏡子來反射這個光 將外面的煞氣反射掉 話語無形之最好 也不傷害對人 對方的人 也不傷害他人 可以保護自己 不傷害他人 然後可以幫助他人 所以記住 所以記住 鏡子非常有效的 不影響雅觀 你們可以到那個鏡子店去買 差不多有1尺也可以 8寸也可以 這個鏡子呢 你上面可以釘著 用這釘著來 然後這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一個法寶 最簡單的東西 可以收到一個效果 曾經我們有一位阿婆 她跟她的媳婦 就好像結成仇 問題 原來媳婦 國際之間相處了十幾年都很好 沒有什麼事情 有一天媳婦心也很煩 婆婆也很煩 兩個人就打起來了 頂起來 頂起來不口收拾 從此 婆婆不吃 媳婦吃了 煮了飯 媳婦呢 百般的要求 百般的莫可奈何 有一天 人家介紹了 來請示鬼谷先師 老主告訴她說 你對面人家蓋房子那麼高 又蓋起來 白虎昂頭蓋起來 你怎麼沒有化煞呢 這位做媳婦呢 她怎麼有 怎麼化煞 我的婆婆一天到晚都沒有道理 那麼你婆婆也說你沒有道理 對啊 她說我沒有道理 我說她沒有道理 整個家庭亂糟糟 這幾個月來 是不像家 我說你不要怪婆婆 你怪婆婆是不對的 因為你的風水有問題 因為你房子向出去 對面人家蓋一棟高起來 高起來呢 剛好尖尖的煞氣一來 影響到你的平安 所以各位我們要化煞 各位十方善之士 各位朋友們 夜以身喔 你們可以把電視稍微開小一點 聲音小一點 以便影響到 周圍 樹米桃味的安寧 這也是風水啊 也是風水的妙華 那麼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一位媳婦 真的百口莫辯 但是這一定有原因的 若是說不好 原來就不好了 那麼為什麼現在才發生 一定有後來的因素 就加著風水 對面人家蓋一棟 搞起來又尖尖了 我說你安個鏡子就好了 趕快回家 買個鏡子一個幾十塊錢 一樓二樓 對面把它安上來 問我什麼時候 我說初一初五 唉唷我還十幾天呢 那好了 一三五七九 先初一 沒有就初三 初五、初七、初九 陽樹的日子 陽日 那麼你中午 你還是照常 買個鏡子 你把陽光照射 射到對面的 安上去了以後 第二天早上起來 她的婆婆 自動早一點起來煮飯 叫媳婦起來吃早餐 好,我們這位信徒 就做媳婦了 她不敢相信 怎麼有這個廟法這麼巧呢 然後婆婆變成一個人 原來呢 好怒目金剛 喔,所以一看心就怕怕 結果現在這麼慈祥 原來婆婆這麼慈祥 就是對面的房子 人家蓋起來了 尖尖的射進來 過了幾天呢 這個做媳婦的 帶了婆婆 以前我在台中 靜修院 在那邊呢 她帶了婆婆來 婆婆呢 她說 唉唷,小孩子 小孩子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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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以前說呢 不然我這樣這麼賣 大家媳婦 完結那久 你不以前說 我知道 你不以前說 你以前說 我就以前自己 那就發發發發發 做事情就結了 像這個現象的人 太多太多太多了啦 若是你們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記住你們 要掛個鏡子 山海鎮 除非你道橫很高 才有用 不然的話 我們不必那樣做 我們可以掛個鏡子 你自己用八掛鏡呢 有沒有效個人去領悟 但是鬼谷先師王臣老祖呢 告訴我們說 一切法 都是鏡子 可以反射 包括雷射 雷射那麼強 碰到鏡子 就反射過去了 何況我們有個住家 房子的社 如果我們對面 大家都是尖尖的 很吵雜的 亂七八糟的 我們用鏡子不夠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方式 如果我們店裡在做生意 你怕說人家看到你掛鏡子 好怪怪的 那麼我們沒有關係 改變個方式 我們也可以用這樣 一個長長的鏡子 和你的商店上面長長的鏡子 你可以寫上你的商店的號碼 商店的商號 然後這個都是鏡子 就是整個 你可以把對面一些 亂七八糟的環境 或者屋籍啦 柱子啦 或者門充啦 或是亂七八糟的 從來你可以按個長長的鏡子 寫著你商店的名號 那你就可以化解掉了啦 這個就是風水的奧秘耶 風水的可貴和風水的可愛 各位十方善知識朋友們 風水的法則無其不由 千變萬化 我們也希望說 借這個因緣 一一的跟各位來講解 希望各位呢 能夠有這個好的因緣 我們以最少的代價 以最少的成本 可以化煞為權 權就是煞氣為權 這是我們這個 就是權力的權 化人家欺負呢 我們就可以擋住 這個風水的奧秘 太多太多了 若是我們門出去 剛好對著人家地下室的出入口 地下室抽到出入口 那是獅子大開口 獅子大開口 老虎開口會傷人命耶 看著太多他會傷人命耶 那麼怎麼辦 怎麼辦呢 這個問題困擾了很多很多人 在過去這段時間來 我很多的經驗 告訴人家呢 都用得還不錯 就像假使這樣 地下室的門口 一直下來地下室 這個都是大樓 若是你家門在這邊 在這邊 門開這邊來了 你這裡呢 也是門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這是開口呢 虎口呢 老虎的口 那你的最好的方法 聞進來呢 你在這個下面呢 你這個把它掛個彩球 好,掛得像這樣 掛彩球 你這像球呢 變成金絲細球 你掛個彩球 你掛個彩球 很漂亮的 像我們商店 人家開業的 那老師我自己要怎麼掛嗎 可以嘛 不然一個方法 掛那個平安燈 平安燈 好,平安的公燈 很漂亮 人家做教 做清教 廟裡面 廟裡面 有平安 在做平安的 你這個掛著 掛個平安燈 那是金絲細球 真是金絲細球 你反而有力啊 反而會發財耶 對面路怎麼衝 獅子 他來細球 那就是很好很好 一個化煞為前 曲曲必凶 扭轉乾坤的法文 好,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繼續跟各位講解 好,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祝福各位 再次休息一下